大家好 我是翠涵 其實我自己也是哲舞的算是新人 但是我被找來當主持人的時候 其實有點驚訝 後來我就想說 大概是因為我跟詩雲老師 有一些相似之處 那這些相似之處是什麼呢 大概是 其實我們的生命都轉變很多的環 那待會可能 詩雲老師可以講一下 因為我剛才問他 他說他本來是念法文心 然後後來傳到 找人類學這個部分 那拿到我人類學博士 那中間還去 還去教公巴母啊 然後一直在做 讓他的這個計畫 所以其實轉彎轉蠻多的 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學生物的 那中間呢 慢慢慢慢有偏向一點人類學 然後其實做過一些 不同的領域的工作 但我現在自己是在 經營一個 以公平貿易的概念為主的 一個分享空間 那順便打個廣告 在詩區在向上國中 那個地址有點長 向上路一段七十九項六十 六十六到二十四號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其實我們那邊也有類似 這樣子的一個分享的 這些假作這樣子 好那回到這個 有點類似這個主題 那除了大家 我們都轉了一些彎之外呢 其實呢我也去 密魯去南美洲 當作國際志工 然後其實回來 有很多很多的思考 所以其實也影響了我 後來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然後其實 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靠近是不一樣的 好那其實我自己 對於這個主題 也很有興趣 那我自己也沒有去過 撒哈拉 所以我也很想要去那個地方 看看 那今天呢 大家都帶著不同的想像進來 包括對於旅行的想像 包括對於人類學 或是人類學家的想像 然後包括對於這個 這個地方的想像 那我相信呢 今天詩雲老師帶來很多 很豐富的東西 那包括一些實體的東西 還有他的很多人生的經驗 相信大家可以帶回去 很多 把想像變成很多很實際的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帶回家去 好接下來我們就交給詩雲老師 謝謝大家 知道什麼嗎 然後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 就是我剛剛稍微聽一下 大家來的原因還有動機 不是有很多失望 就是我是人類學人沒有錯 我也把學位拿到了 可是我其實我非常地不整理 其實我到達國 念博士的時候我就很調 然後我在法國大學的明白 原因是因為我在跳 然後那時候我媽大概覺得說 這個小孩子應該沒有辦法了這樣子 就是她說沒有辦法批評 可是是因為我知道台灣的環境 沒有像巴黎有那麼好的學習的資源 所以我就失敗著 然後一直到我覺得我的舞蹈應該可以的 然後我才回台灣 所以我回台灣的剛開始的工作 一直到現在依然是 其實是那個 好 就是其實我回台灣的謀生的方式 其實是交流到 那還有再來就是關於Sara的部分 就是我回台灣之後 應該這樣怎麼講 當我開始很確定我很想回Sara做些事情 然後就有有人跟我說 喔 你想當現在三毛嗎 然後我其實是有點尷尬 因為我小時候都過三毛 我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印象 那基本上我去Sara跟Sara沒有任何的關係 那我後來我稍微就是看一下Sara那時候的紀錄 基本上Sara寫的東西大概是三十幾年前的Sara 跟現在其實已經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差距 再來就是Sara Sara那時候待的地方是亂院的就是以前 就現在是Sara的首都 那你們大家會看到其實在Sara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你會覺得還蠻沒有那麼浪漫的 可是它偏偏是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個很真實的社會 以及我們的時代的一些問題這樣 那我今天的分享會分 比較是會在兩部分 一部分是在Sara很真實的狀況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我因為看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現在在當EK的一些機會 還有我怎麼樣去回應現在Sara的一些 我看到的環境 然後也很歡迎各位給我一些分享 然後你們看的上面的照片 就是我在Sara拍的 就你們今天看的上面都是 脫了很像那兩張 全部都是我自己在Sara拍的 今天看的就很漂亮 然後你們看上面有一個什麼東西 沙丘上面有什麼 還有呢 對 腳印足跡 就是我為什麼會很想把這一張照片放在這開頭 就是 我們廠像當中沙漠好像什麼都沒有 可是很多時候只是生命它 躲起來它沒有必要讓你看到它 那如果今天我們只是一個很 很所謂的觀光客的方式去走馬開花經過它 我們很可能完全不知道我們走過的地方它有著什麼 然後曾經發生過或正在發生什麼 然後就是我剛可能很很很 我在Sara越久 我越覺得這其實它也很多東西 是很值得我去探索的這樣 然後上面那個腳印就是沙虎 你們聽過那個小 你們看過那個小王子嗎 小王子不是就是它掉落在Sara 然後就是就是 就是後來不是因為到一隻虎蠅 有人認為就是其實那隻虎蠅 Nake它是那個 那個作者它寫作的一個題材這樣 為什麼它都沒有看過 這只是它就是Nake 就是它的足跡就是 就是這樣子的動作出來的 那基本上你要去Sara要看到它 它不太可能除非它被抓 對然後這個是大致上 那你知道說就是其實 沙漠有很豐富的一些生態 可是如果說 蛤? 沙球裡面 對對對 然後好 好就是 我先解釋一下就是 我是一國 我在法國內玩人類學會台灣教舞 那因為我只能跟大家說 譬如說台灣教的舞蹈跟 的方式可能跟 尤其是一國舞蹈 可能跟它的原生會有很大的差距 然後就是之前我跟我上過 跟同學就會知道 會講太長的脈絡 就是不現在 好就是這樣子 那我回台灣之後 因為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畢竟有一點點的學生訓練 然後我的阿拉伯老師教我的舞蹈 不是台灣家只在操作 我沒有辦法就是為了市場 然後為了我心情去 去教舞不認同的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我回台灣教舞 是非常的 跟整個台灣主流市場裡面 非常的對抗 那可能我離開台灣太久了 我跟大家不熟 所以我回來 我有很強烈的失憶不良 那因為自己非常受痛的情況之下 我就離開台灣 我就知道沒有人會去當 去認同組織工作 不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才不小心走進Sahara 那 這個是我在Sahara拍的照片 他們就是有沙球 你們先把它記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再長大 然後去殺球 那基本上 你們知道Sahara在哪裡嗎 就是在北非 然後整個Sahara的段畢 其實非常非常的大 它大到你把美國放進來 都還很盛 然後它 就是你們如果要找它很基本的資料 基本上那個 就是那個我會講 它非常的多 就是它在非洲這一塊 然後它從這邊 埃塞拉密一直到這裡 全部都是Sahara的一個範圍 那它還在六個國家 那我去的地方是 是摩洛哥 就是綠色綠色那一塊 那你們看摩洛哥很有趣 就是摩洛哥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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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它就是西Sahara 就是那個時候Sahara 我待一個地方 它是待在那個拉越 就是那個 它的窮度這樣 那西Sahara被視為是非洲最後一塊 它沒有獨立的殖民地 那西Sahara的問題很 很漫長 那 三寶戰的時候 那時候西Sahara應該還沒有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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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總之就是因為其實 北非之前 曾經被放過 還有西班牙軍地 然後西Sahara是 西班牙的軍地 所以那個 那華的先生不是西班牙人嗎 就是他其實是有一些 社會文化還有歷史的邁入在裡頭 那總之 西Sahara她的問題很嚴重 是在於說 那時候西Sahara她開始 就是其實北非整個 這週開始爭取他們的獨立 然後一直很想把職務者趕走 那時候 你就是一個抵擋不了的一個朝人 所以西班牙說好 那我就讓你比例 可是每一個職務者 他不會那麼輕易地放掉 他手動力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手腳 後來總的西Sahara就非常的混亂的情況之下 摩洛哥 國王 哈薩利隊就是現在這個國王的大把 他就很聰明做一件事情 他做一件事就是他就是叫 歷史上稱之為綠色行軍 他就叫摩洛哥人就是任你 就是走到西Sahara去 去說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所以他的親律的方式是 讓人去不是派軍隊 然後後來一直到現在 西Sahara就是摩洛哥統治的 可是後來整個西Sahara的人 就往阿爾及利亞島 就是阿爾及利亞島 所以西Sahara他號稱是個獨立的國家 可是他流亡政府 30幾年來從來都沒有再回去 那他們流亡政府在外就會有什麼 難民 那這群難民我不知道幾十萬人 到30幾年都沒有辦法回到自己住上 因為有人在就是難民出生長大 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回到自己住上 就沒有看到自己住上這樣 然後很 這個是因為阿爾及利亞他有石油 所以他在整個非洲聯盟的地位 影響力就比較大 那他就去撐西Sahara這個國家 那當然也是為了人權或和平 是因為阿爾及利亞他大部分的土地 都是在沙漠 他的那個沿海的海是太少 所以他想要藉由西Sahara往往 就是往海洋過去 那基本上法國還有西班牙 他們也不想要放掉這塊地 然後馬利桃尼亞他也很想被北根 所以到現在西Sahara完全沒有辦法去住 那很可憐吧 就是那一些原因 那基本上摩洛哥他 因為西Sahara 所以摩洛哥的國土 他可以只有西Sahara 可是如果今天西Sahara 摩洛哥他就只剩下一部分這樣 那所以摩洛哥很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那個國界它是未定的 就是全球最長的國界位置的一個國家 那我那時候在人權普通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想一件事情是 好我國是在台灣就想長大 相對比你自由 我後來去華國念書 那也是一個共和國 也是一個更直接的國家 我其實是在沙漠才知道 摩洛哥才知道什麼叫做 有活在一個國王統治的地方 摩洛哥的國王它是有實權的 好就是 它是 它是 在 你們聽過那個 莫利花革命嗎 在莫利花革命之前 就是土地西亞 莫利花革命之前 北非關最多 記者的地方 就是摩洛哥和土地西亞 基本上它是不太有 人類自己的地方 就是你 記得有可能說 它寫了一片什麼東西 真不高興 然後可能它就不見了 好 那 那時候在人權補助工作 然後我們要發一些 所謂的人權消息 那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然後 我的上司就跟我說 欸 私人就是 你發消息的時候 可能要有些題目 會有點踩到紅線 然後你可能要就是 就不要罰 我就說 好 譬如 它就說 我們摩洛哥是有原本自由的 它相對其他 阿拉伯國家 我們摩洛哥是有人權自由 可是是有界限的 我說好 那你告訴我 界限什麼 它就說 有三個主題 你不能碰 第一個就是國王 其實國王是不需要討論的 就像那個 國王存在 就像說 它也要從東邊上來 這邊下去 你不需要去討論它 你也講都不能講 再來就是那個伊斯蘭 叫做西沙 因為摩洛哥為了要 就是 不斷的控制西沙這塊地區 它基本上花了非常的 經濟還有社會文化上的成本 然後這個是我那時候待的地方 所以你要說很浪漫 我就覺得說是 好 然後呢 這個也是我在當地拍的 就是我待的 因為沙拉非常的大 我剛剛有講 那我去的地方 就是摩洛哥靠近阿爾及利亞 邊界 所以我在的地方 是我們往南看 可以看得到那個分隔 摩洛哥跟阿爾及利亞的 跟那塊小孩 國界就在那邊 然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住均在那的 然後就是 現在是山落 是這個樣子 好 你們 就是你們應該聽過 你們應該叫什麼叫 融物吧 融物引足 對 然後因為 因為沙拉沙 沙漠非常的乾燥 所以基本上就是 直批非常非常的前轉 所以早年的經濟活動 都是融物引足 融物就是 而是哪個水草 他們就往哪邊走 比如說好 因為我當時問他們 我之前是怎麼樣在生活 他們就說比如說那邊下雨 然後他們一群人就是把洋乾乾乾乾乾乾乾 就這樣拚著 可是他們會把帳篷舉起來 然後就是這樣 以前的駱駝是用來在就是 貨戶還有家當 進行的時候 就搬上駱駝 然後其實趕到那一群去 然後其實可能雨快沒有了 然後雨 就是水草快沒有了 所以說那個地方下雨 就是那個完蛋 又再搬過去 那這個東西會怎麼特點跟我們現在很不一樣呢 就是他們沒有那種土地私有財產的觀念 就是土地都是共享的 包括說你知道就是沒有水就沒有生命 所以水其實是沙漠最重要的資源之一 即便是水他們 所以他們現在也賣什麼井 即便是水他們一口井 他們也不太會有說這口井是我挖的 他們就是共享 只要經過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用它 我覺得這個是 人物民族非常非常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可思議的一種傳統 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相對於我們這個社會 他們比較不會去認為說這個是我的 然後我要不斷的再累積或幹嘛的這個 這個失誤 它那就是一個很分享的地方這樣 好 然後呢 對 就是 然後 水不是資源很珍貴嗎 這個是我在當地拍的 就是飄水的工作通常是婦女去負責 他們就是每天大概兩到三次 他們就是每天大概兩到三次 他們會用那個 就是這種這種就是塑膠桶 保測皮的桶子 然後就是用鋁子 輕輕就是 比如說可能就擠在這邊 他可能會離一個五百公尺 就是搭上 或是蓋個小土屋 然後每天兩三次就是去 去用水桶去載水然後回來 然後就是 日常生活關係啊 然後飲食清理全部都是用這樣子的方式在攻擊 所以你會看到就是 我覺得我在想過一個很大的震撼 到後來影響我回台灣的一個 生活上的一個改變是 你真的在那個地方 你看到他們怎麼樣在用水 從此以後你打開水龍頭 你不可能再那麼樣的就是 豪邁就是隨便他去流 因為你知道水資源它是有限的 我們這個地方的浪費很可能 就當我們在這個地方 很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覺察的去 去使用水的時候 可以另外一個地方的人 他非常辛苦的為了一杯茶 他要欠著靈子去很遠的地方去去擠水 好然後可能 講到這邊是 我們看這個是撒哈拉嗎 我們是你們 你知道撒哈拉其實 因為乾旱 所以整個傷害或問題非常的嚴重嗎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 我們訊息上接受比較少的部分是 我們知道全球暖化 我們知道其有比以前 我們可能越來越多去收到的訊息是說 喔 南北極的冰山它在暖化 那北極雄快要越晚了 可是事實上在這個之前 撒哈已經因為乾旱失去了 非常非常大片可更可重的土地 好 然後其實對於文化民族的傷害 非常相當之大 那你們 我在當地 我才跟他們批准的在學習和互動當中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是 原來啊就是 對一個民族來講 財產可以是有生命的 然後你對別人是很有感情的 比如說在這之前 我想像當中的財產 比如就是 房子啊 車子啊 存款 那就是物品嘛 所以他們 如果你們的財產你們猜是什麼 蛤 就羊 羊跟駱駝 對 那我以前 我認識他們之前 我以為羊是羊來吃的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就是他們的羊 他們的肉食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是蔬菜跟跟小麥種的麵包 那羊是什麼時候在 用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比如說今天 喔 我要嫁你們 我要幫我女兒辦家裝 我會需要現金 我就把羊欠到市集賣掉 然後我現金去辦了女兒 家裝的婚禮 如果還是說今天 我的父母其實誰生病 需要醫療費 那我就是把羊賣了 然後有錢去支付 我父母的一個醫療費 他們比較不是殺愛吃的 他們肉食非常的少 那好 因為那個醫生有點解決就是要宰羊 宰羊的時候他們一定要殺羊嘛 那很多他們捨不得自己宰自己 從小看到大的羊 所以他們就會怎麼樣 要不就是賣掉去買一頭 要不就是跟別人家交換 好 這是一個很大重點 我在當地就是 其實還遇過說就是我想跟老人買羊 他不想賣我 即使我本來覺得說他很窮 他一定很高興 沒有 他已經想要我的錢 他就是要他的羊 所以其實就是 游物民族對他們的財產都會養 他們是有很深情感的 那這個情況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氣候變遷 所以然後整個乾旱 對於整個沙拉影響非常非常的大 早年游物民族 我們不敢說他很有錢或很複裏 是生活就是還過得去 那比如說然後一旦今天乾旱 然後水草全部都死了 一旦沒有水草 游物民族是怎麼樣 他很可能在一兩年之間他就一無所有 因為兩個沒有水草可以吃他就 他就瘦小或病死 然後很多人就是因為很多家族 因為這樣的就突然之間就什麼都沒有 然後其實就因為他們的生存 跟文化的衝擊非常大 但他的問題據我的了解 差不多五十年前就開始了 然後差不多三十年前開始很多 游物民族就離開沙漠 然後就搬到城裡 就是離開沙漠跟放棄游物生活 然後到城裡去工作 那這次早年我的 我在人權組織上司 他其實是游物民族的後遺 那他爸爸離開的時候 他爸爸很早就離開 所以他媽說還來得及 我的上司他有受高等教育 他也在辦公室工作 他生活相對好 可是現在的游物民族如果還留在沙漠 就像你們看到 咦 怎麼變這樣 像照片你們看到我在當地拍的 基本上他們比較是說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離開了 因為呢 如果今天他們在沙漠生活 就是還留在沙漠當地的話 那個 對 就是他們不需要付房租 也沒有電 然後水的話就是去經理照 那一旦今天他要進城 就會怎麼樣 他會需要付房租 然後選這個電費 所以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當年沒有離開 現在對我來講 他即便想離開 他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好 然後 等一下 然後呢 你們有聽過一個東西叫做 就是像這個是我當地拍的 像他們基本上是 其實沒有辦法再回去 那我問說就是你有很多羊 所以其實你有點財產 他說沒有 因為就是沒有水草 羊太社會 所以你賣不得好價錢 就是他們現在非常多 還在當地的人的一個 很真實的一個生活 好 他們是水 好 你們看照片 你們看得出來那個樹是什麼樹嗎 蛤 蛤 它是棕榈樹 然後它產的 棕榈樹產的果實 就是那個葉島 有沒有 有沒有吃過葉島啊 然後呢 照片上就是 就是綠州 然後我要解釋一下就是 呃 農業民族他們除了流木之外 有一些他們會在綠州 進行一些農耕 就傳統的農耕 綠州農業非常的需要 農民族的存在 為什麼 因為 沙拉非常的派很大 所以它非常需要樹葉 比如說 因為它是 沙拉的農業 它是成那個漸層式的 最高是椰棗嘛 然後它會有樹葉可以 遮蔽底下的作物 不是說 可能椰棗最高再就是玉米 然後小麥啊 然後一些蔬菜這樣 就是他們 他們上帝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們是密集的 然後小做的 比如說 在一群一群一群 就是他們 他們有一戶人家 可能一小塊地這樣子 然後就是 自己自主 也就是說 他們耕作不是為了要 拿到市集去賣給誰 而是說 今天就是我們家種的 蘿蔔洋蔥什麼 就是我們家吃的 然後香草啊什麼的 聽起來就是半龍半什麼 好像很大嘛 事實上並沒有 他們就是勉強就是在一個 還可以 現在還可以一個 回下去的狀態 欸 為什麼東西很大惡愛 好 然後 我剛剛說就是 棕榈蔥對於沙漠的生命 非常重要 當地他們認為說 棕榈蔥是 捍衛沙漠生命的 至乎一道防線 一個地方如果 連棕榈蔥都沒有的話 基本上其他的 生 作物生物生命 它是不太可能再延續下去的 比如說你看就是 這是我在當地拍的 這是綠洲農田裡面嘛 中間是他們的掛鈣渠道 那旁邊那個樹 全部都是什麼 都是棕榈樹 因為它種得非常非常的 密集跟高 那你們想 就是好 比如說很可能好 好不然這一塊 它就有可能種了 有二顆 兩顆 三顆 就是四顆 一排就四顆 然後可能會種個三排 四排這樣子 就非常的多 那在這麼密集的情況之下 這怎麼樣 就是它不可能用機器去 它不可能用熱營機什麼去挖 沒有 全部都是手作 就是人下去挖這樣 好 就是所以你會在綠洲農田裡面 你會看到那個老人家 蹲在那個棕榈樹下 然後用很傳統手作的方式 在種植他的作物 就是現在依然都是啦 好 然後就是他們的一個中間灌溉渠道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說就是 因為綠洲的水對生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水這個東西 對於綠洲的農耕它是不可或缺的 沒有水什麼事都做不了的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特殊的灌溉的系統 你們聽過那個坎德景嗎 就是新疆有 那基本上撒拉拉也是 有人認為是從那個中亞波斯那邊 又傳過來的 坎德景那就是一口一口的井 一個樹井 一口一口的井 下面打通 那就把水傳 水原地 然後引到綠洲來做灌溉 那他們都會分配 比如說好 今天水來的時候 可能半一點到兩點到你們家 就是灌溉你們家的 這邊是堵起來的 然後兩點到三點輪到你們 然後這邊一打開 然後就換你們這樣 就是平均分配 不然的話 一個地方如果水資源那麼稀少 沒有辦法去平均分享的話 一定會有很多的衝突在 那 你們可能會問 就是那山莫的水哪裡來的 山莫其實是有水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沙丘嗎 你們還記得嗎 水是就藏在裡頭 有一部分是藏在裡頭 一部分是在很地底下的那個地層裡面 山莫雖然沒有很多的河流 他們不太有河流 可是他會下雨 那沙丘的沙是非常非常的細 不過那個他就知道了 就很細很細到你覺得怎麼可能 他就是可能 非常非常的細這樣子 然後所以當雨水下來 他會怎麼樣 他會過濾 對他會過濾 然後我們滲透到沙丘裡面 所以其實沙丘裡面 有非常乾淨的水 然後當地的人就是挖緊 然後把水從沙丘引到 澳洲裡面去 去做灌溉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到乾淨 就是我到當地 他們是跟我說就是沙漠 就是非常的就是 乾淨很重啊什麼什麼 然後因為我很好奇 就是我雖然讀務正義後來都在跳舞 可是我畢竟還是念人類學的 總是會想到我卻是嘛 然後我就覺得我很想要 我不想要當一個觀光客 就是來了之後 怎麼都不知道就離開 那我就 反正我就花時間 我就去請他們帶我去認識 當地的一些狀況 然後他們就帶到一個地方 然後他就說 他們就跟我說 你們現在看到照片 好 基本上不是這樣子拍嗎 那基本上你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轉一圈 它都一樣 就是什麼都沒有 除了石頭之外 什麼都沒有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其實大概將近二十年前 二十幾年前這一塊都是綠色 然後我覺得怎麼可能 然後說真的 就是他們早點就是 就是一下雨 然後就是水就有水嘛 然後草就長出來啊 然後就是 就就 牧羊幹嘛幹嘛這樣 然後他就說就是 因為乾旱太嚴重 就是沒有雨 沙漠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雨大片 我 因為他們當地沒可能 跟我講一樣的事情 我就很好奇的上網 長資料 確實就是整個三號來後 乾旱是去非常大片的平衡 以前是綠色 現在全部都變這樣子 很大片到雨 看了會覺得說天啊 那人怎麼辦 因為沒有人可以沒有水的 沒有任何的生命可以 因為沒有水還可以再活下去 那人怎麼辦 包括摩洛閣有 光是摩洛閣這個北非國家 他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土地 受到乾旱的威脅 我覺得他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議的 那當地有一些 尤其是國際的組織過來做一些 燙旱的工作 可是基本上成效非常的大 因為其實他是一整個地球 地球氣候變性的位置 所以當地可以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少 那直接受到超級是誰 肯定是這一些最辛苦 然後最沒有資源的 有的人 好 然後我去之前 這是撒哈拉的護之一啦 就猛壞圈這樣子 我去之前沒有想太多 我到之後他們就跟我說 其實就是撒哈拉以前 就是當地 以前就是 就是下雨的時候 他會 因為水會往地蛙的地方去移 那他就 就像一大塊 就是一大片湖 因為乾旱是整個湖面 就是大幅度縮小 然後他跟我說 就是現在的湖面 是以前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可以知道 乾旱有多麼多麼的嚴重 所以在我們不知道的世界 有個角落其實是很多人 因為乾旱不斷地在受的 然後 對 然後 有湖的地方有什麼有鳥 然後我去之前 我的人權土 就上次跟我說 就是那個地方很漂亮啊 有火鶴 有沒有 一直有火鶴 他說你去 他給我看到照片 他幾年 我去之前 他幾年前拍的這樣 然後他就是 他就拍說就是 火鶴整個飛到天空 然後很多很多很多這樣 他就說 他就跟我說那有火 那有火鶴那你去可以欣賞啊 幹嘛幹嘛 然後我就很高興 就找他們比較大趣 我看說你變得想要做這個事 然後他們就說因為 因為就是乾旱 所以就是沒有把他找一找 然後這個 上一張跟這一張 是我三年前拍的 有沒有他現在很整個 他就不見了 就整個整個乾旱 因為雨沒有回來 怎麼可能會有雨呢 對 然後那個影響之大在於說 他不是只有生態的問題 是連人民的生活 都受到很大的重創 因為 在虎附近有一些田地 賣小麥田 那沒有影響 他們就一路在那裡 就是挖那個翅膀 然後用哺乳水去掛 乾他們的小麥田 我今年這種小麥 就是我沒有的麵包 就勉強可以就是這樣子 活下來 一旦沒有水 你的麵包怎麼辦 只能用錢去買 所以本來他們的生活 對金錢的依賴是 相對是提供的 那因為什麼 剛才對他們穿急 是他真的就是在 在很多很多的層面 好 然後 就這個就是 很真實的撒哈拉醬 然後 剛才會不會看那個 是那個虎娃對不對 然後前面就是 我在當地步道 就是有一個 一個爸爸跟一個小孩 我那邊照片是不是在那裡 好 你們看那個是什麼 化石 就是撒哈拉有很多的化石 現在可能就慢慢的減少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一大塊土地在幾千塊年前 它是大喊 後來變成蟲林 所以是現在變沙摩 所以其實在當地有些化石 那如果民主當它就是水草沒了 然後養豬還不下去了 它變成 藥鋪就離開故鄉 藥鋪就去當礦工 就是通常 而且通常來採礦的投資者 都是國外的財團 就是你發貨王主 那 那不去當礦工 那如果今天你又不想當礦工 然後你也想你要留在故鄉 的話怎麼辦 你就怎麼過去 來化石買賣 你們現在化石可以賣給誰 對呀 所以外貨王可以有誰要買 就是像你如果今天我們沒有飯吃 你買那個石頭乾什麼 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底部都靠 然後找其他那個觀光客 就是 就是我在當地拍 就是他們就一直在當 就是 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我一直就是在地上找 找那個石頭 那我為什麼是歐洲人 對 有 我剛剛就是歐洲人 就是我到當地拍的 然後就是 因為不是有湖 你現在已經沒有 之前有湖的時候 就是觀光客就會 開著基礦車 然後因為你知道沙漠 好 你就非常的空曠 所以那個石頭船很遠 它在10公里外你就聽到它 他們人上蠻煩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好 我一定要講的是 我們去一個地方旅遊跟觀光 如果我們對人跟土地沒有更多的關注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的旅行 現在會對當地飛 我們跟土地它是想上海 比如說好不好 我們都想說 啊 我要去辦飛 飛起來滿天的火候很浪漫很漂亮這樣子 就 就一早就開起土車 就撒到湖邊去了 你覺得 你要會快樂嗎 不會 不會 然後它會 它有因為你造航得到什麼好處嗎 也沒有 然後其實當地人就有 就有當地的人在說 他們其實很想要去弄一個 就是像一個告示塔來說 你們可以來看魂分娘 思考不可以去到一個地方 你下車他們走過來 也基本上不可能 因為坦白講 當整個經濟 他非常想賣光光的時候 不太當地人沒有那個勇氣去 去跟客人 可能性的客人說 你可不可以這樣 好 然後這兩對父子 他們就是 你看會很心疼 你看照片 你有看那一棵樹嗎 沒有 基本上就是這樣轉一圈 他就是沒有樹 有草之後就很難起了 好就是他們一早 爸爸就帶著兒子到湖邊 然後等 因為湖然後湖後光光客來 萬一有光光客來下車 爸爸就過去問說 你要不要買 買化石 他上面的化石都是 他自己到山上去拆開 拆拆下來 然後在有一些會打磨 就是可能到成績 稍微打磨之後 就是都送給光光客這樣子 這是他唯一的食物 因為沒有水草就沒有羊 然後就他就只能耗久了 然後我跟你們這件事情 因為我今天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就去旅遊這樣 你看到爸爸跟兒子 就開朗這樣子 跟你化石一定要買 會跟爸爸買的舉手 會跟兒子買的舉手 那沒有舉手的呢 假裝就是一定要買 再一次 會跟爸爸的舉手 會跟兒子的舉手 好就這樣子 大部分都會跟小孩子買 我覺得他很可憐 很可愛 點點點 對啊 就以光光客的善心 一定要的 可是呢 就是因為光光客們的善心 讓很多孩子 他沒有辦法去上學 為什麼 如果今天爸爸出去 一天就賺五十塊 我二十五百 那誰養家 看是小孩子啊 然後你就會看到 其實你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一整個結構 就是 就是 在現在這個社會 即便在摩洛哥 一個人如果沒有說過任何教育的話 他沒有未來 現在的年輕人 他已經沒有未來的 那更何況是還這麼小的孩子 然後 可是你又可以去了解說 就是 如果說今天這個家 他們已經連飯都不知道在哪裡 他也沒有辦法去顧到孩子的教育 所以你會看 在當地看到就是很多孩子 可能跟著爸爸 然後就在旁邊都說 可是這一對不是 主要是爸爸出來賣小孩子 就是一直要跟著 可是你在當地是有孩子 真的很小孩子在跟你賣東西 等一下 我希望有時間給你看到另外一張 你看了會 他更難過 對 然後就是我 如果我只是去玩 我可能不會想那麼多 看到那麼多 可是你待很久 就可以去思考說 天啊 那到底光光他 他是什麼 即他 他可能是什麼 好 然後呢 好 講回來是 因為整個氣候變遷 然後 薩哈拉整個乾旱之後 跟木御族他們除了 就是養養 他們不可能再靠原木了 所以他們非常仰賴什麼 觀光產業 如果他還留在故鄉的話 那剛回答同學的問題就是 其實 摩洛哥的經濟非常 整個摩洛哥經濟 非常仰賴觀光 所以 所以他大部分的旅客 一直以西方為主 他會在那個海邊的城幾個大城 就是 四大皇城 比如說 Face Meganes Margash Hapa 然後 Gaza 大家一定都要去 可是有一些他們會往 就是會往 南部去享受什麼 浪漫的 撒拉風情 這樣子 所以你會看到 在撒拉看到非常多的 西方的觀光客 非常多 那也是他們當地經濟的來源 好 你看照片 通常以前 以前的駱駝是在霍物的 我們聽過什麼 阿拉伯商隊 什麼之類的 以前的駱駝是在霍物的 現在的霍物在什麼 就是 不過還是經濟還原就是 這是不便的 所以你在撒拉看到 騎在駱駝上 大部分都是觀光客 然後在下面牽駱駝的 才是他們當地人 然後講到一件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 可能我們之為一個消費者 我們上網找旅行社 什麼什麼時候 我們注重什麼 團費 就是我們找便宜的啦 CPC 比較高 之類的這樣 然後 之類的啦 欸為什麼這一團 比那一團便宜 貴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不是跟 這個諸位 講一個事實是 很多時候 我們所享受的 一點的團費 恰恰建立在 對當地工作的剝削上頭 我在當地認識很多 就是 人工也組 他們的工作就是去 當那個 幫人家牽駱駝 做駝夫 他們工作很重 當你 坐在駱駝上 很開心 看戲啊 欣賞的時候 他在下面走沙球 幫你牽 我 我走過 真的很 因為下次非常的軟 所以基本上 你走路的方式 跟你的力道都要改 而且你走路一段 就非常的累啊 然後 然後等你到了營地 他要幫你 他要獻你 這些全部的東西 貨物 然後 你在休息的時候 他要再準備你的晚餐 讓你吃飽 他要唱歌給你聽 就是有一點熱活動什麼的 可是很多的 文化民族 他們做這些工作 有一些 有拿錢一點點 有很多他們是 一毛錢都沒有辦法拿到的 你們猜他們可以賺到什麼 嗯 嗯 小費是一種 還有呢 嗯 吃他一點點啦 還有呢 很難猜啦 就是 嗯 工作的 洛伯夫可以跟這一團觀光客 兜售話 對 就是你有機會跟他兜售 萬一有人給小費 欸有人買賬 你就有錢 沒有 不好意思 就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 呃 算我很不務正義男神 然後 你在當地越看 你越覺得說 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世界怎麼可以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是我第一次去撒拉 我住的領館 你會覺得什麼地方有點奇怪 他進了游泳池 好 然後我去這一間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第一次去撒拉 我就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我就跟我的上司說 你可以就是給我就是 嗯 一個領館推薦 然後我去住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去這一間 他還跟我說 欸游泳池喔 你可以帶泳衣 然後我就說 嗯 可是沙漠游泳池不是很奇怪嗎 這樣對水資源好嗎 他就說 哎 那謝巴都已經有了 然後我 我就去了啊 然後我第一次去 我也沒有想很多 然後 然後就覺得說 嗯 住了好幾年 好奇怪的 什麼 就是 好漂亮 吃得也不錯 然後好像跟想像中的沙漠 不太一樣 怎麼都沒有遇到當地人這樣 他想說 欸我就是白癡 我去旅館 就是 這個德國人走過去 然後那個法國人走過來 義大利的西班牙人大堆 然後就覺得 這樣子 後來我就想說 啊 畢竟是念人類學的啊 我不能來觀光 我們要來旅行 然後我就 我就趕著走出那個女館 然後聽他說 那個 請問那個春樂在哪裡 他們就說那裡那裡 然後我就 也不知道在哪裡 我就往他指的方向 就往那裡走這樣 然後就很巧適 那時候不知道 我出發的那一天 剛好就是沙漠風暴 所以我就在風暴當中 就是很辛苦地往前走 因為不知道啊 然後沙漠風暴 其實反而是沙漠 對我來講 它比太陽還可怕 因為它整個捲起來是 你們去想像那個颱風 可是就是把那個 雨換成沙 非常可怕 你沒辦法呼吸 又很冷這樣 然後就 不曉得就是 往黃沖落走 我一到春就覺得說 天啊怎麼 就是 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 你們看就是 這是 呃 雨館裡面 然後 下一張 這才是他們生活的地方 就是 就是工人 早急 往下挖很深 都不知道睡在哪裡 然後整個庭都是乾的 然後我才發現說 天啊就是 如果你只是來 比如說觀光 你沒有再往深的地方走的話 你可能真的 躲在 行車帶你去看的世界 可是未必是真實的世界 然後我當著衝擊非常有大 好講 這次就要講到 要學資源的事情 是 你看喔 就是 好 呃 乾燥之後 整個商務經濟越來越越 依賴觀光產業 那也因為真的有 還有這個摩洛哥政府 也都在推動他們的 就是觀光的活動 所以吸引很多的觀光客來 當地確實 觀光確實有它的需求 不是要住宿嗎 那你只要去上美麗灣 客人都希望找一起來 嗯 海邊 是吧 不用走二二百遍這樣子 聽著海浪睡覺啊 什麼之類的 大家都很想啊 然後所以呢 你就會看到 因為沙丘它是 就像沙脈 就這樣在 牆頭 你就會看到那個 沿著沙丘 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民宿 就很多 那這些民宿 那水不是在沙丘底下嗎 這些民宿 他們通常就是會呱吉 去把那個沙丘裡面的水 拿過來 就是灌洗啊 就是 客人的灌洗喔 還有什麼 游泳池 那沙丘 沙丘的儲存它是有限的 尤其在沙丘底下 它沒有一直補充 它其實很快就會下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你在當地 我看了我很不忍心 就是 我們知道 呃 南北半球自由負責不居 可是你沒有辦法去想像說 即使在沙漠 它還是這麼赤裸 你會看到 呃 西洋觀光客 躺在 就是游泳池旁邊 然後游泳啊 看書 曬太陽 渡假 可是你看到 因為整個水 跑到游泳池之後 蒙鐵怎麼樣 它就越來越少了水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去忍受這件事情 就是怎麼可以這樣 好 南北半球自由負責不居 那是一個事實 可是即便在你的故鄉 當地人沒有辦法去享受 它當地的一個本來的資源 而且是這麼關乎 生存人間的這件事情 對 然後 當地有一些人 他們有去跟旅館說 就是你們可不可以不要用沙丘的水 去做你們的游泳池 因為整個賣 就是 農鐵它沒有水 然後當然不會有任何的旅館業者 可以理它 那個地方並不是沒有自來水 可是你用自來水怎麼樣 要錢 沙丘的水是不用錢的 你就會發現說 水資源它屬於誰的 它屬於有能力去挖 就是去取到它的人 然後通常很多 在沙漠的一些旅館的投資者 他都不是當地人 有 可是大部分不是 你會看到很多的法國人來投資 就是西班牙人 德國人 義大利人都有 然後如果是摩洛哥人 他通常就是從 從大城來的 當地還有 沙烏地阿拉伯的 一些 就是財團來投資 他們的旅館都非常的豪華 就是比這個還要豪華很多 你會看到說 這就是當地人 有錢的觀光客到當地 享受的跟看到的 跟當地的生活 它的落差有多麼的巨大 然後 這個是 這個就是 我只是告訴你 就是很真實的現況 就是跟 跟沙漠寫的就會有很大的差距這樣 然後 也是 我在沙漠大概待了 今天後待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就一直 因為我的上次 他是有沒有名字的後代 我就跟他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接受說 沙漠的生存只能靠觀光 我就我沒有辦法 然後他就說 現況有他的一些局限 然後 包括人 因為他們很窮 那 那也因為說 就是長年等 如果民族 他們並不正視所謂的教育 所以其實 很多的遊牧孩子 他們沒有上學 除了整個環境之外 也因為 就家裡的一個傳統的觀念 那你知道 就是知識 他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資源 那如果一個人 他沒有讀太多數 他不必知道外面的世界 你即使電腦送他 網路給他 那他都不曉得要該幹嘛 他的姿勢沒有辦法再往外擴 然後他沒有看到 他沒有幾個看到 那樣的作為 他以為能夠重複的 也就只有 周遭的環境 那個樣子 所以我後來回來 反而我很喜歡 撒哈拉拉 那我那時候就一直想說 那我 我如果回去 我希望可以 在當地做什麼 然後 不要這樣子去重複 現在的觀光的方式 那當地人也 他們也說 如果照現在觀光方式的話 就是 大概 在五到十年也差不多了 因為 乾漢一直都在 然後整個水晶圓的分配 這個樣子的話 然後你知道就是當 因為已經乾漢了 然後 對周遺書來講 他的生活已經非常的辛苦 人類又把水拿去 就是 漁管 觀光的話 其實生命它 它是更正為舍苦的 就是肯定的 然後 他們其實本身也不樂觀 尤其呢 就是 我剛剛不是給你看那個照片 就是沙虎的照片嗎 還有就是 因為沙漠的水很少 所以直辟他可能要長兩三公分 他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可能要一兩年 那 早年 觀光客他是騎駱駝 現在很多次開幾個車 因為幾個車很快 你可以一下就把沙漠看完 可是 當 可能 這一塊綠地 可能花了一兩年長這樣子 然後幾個車一開過去之後 就怎麼樣 三秒鐘之內 就是 你就一兩年之後再來吧 所以 或者說好他 有一些他就喜歡 衝浪 你知道什麼叫衝浪嗎 就是騎那種什麼車 我知道他們 他們那一家的掛頭 就是那種很像那種 那種車 就是這個輪子很大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對不對 就是 我不懂那個樂趣在哪裡 可能也是因為我不是年輕人 反正他們喜歡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 坦白說很巧之外 是 如果今天有一隻 珊瑚在裡面睡覺 很可能 你經過他 他就沒有明天了 那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 人類在沙丘 或在沙漠的觀光旅遊的行為 對於當地 他是很大的傷害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意思是什麼 很多觀光客 他就想要就是到沙丘啊 站在上面 看西亞看啤酒啊 是不是很浪漫 那喝完之後呢 啤酒罐呢 他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 風一直吹 那基本上那些 不平光光它會被那個沙丘也滿起來 可是當地就跟我說 我跟你講好 這個地方光會喜歡來 你往下挖一定都是那個啤酒罐 他們也都知道 然後其實垃圾這個 那個工藝化垃圾這個東西 是人類到現在都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在沙漠的話是非常的赤裸 包括說塑膠袋 好我在沙漠就是我們走很遠很遠路 一個人都沒有對不對 朋友之間 一個塑膠袋有一個過年 一個塑膠袋 然後我滿地塑膠袋 就知道說 啊 春落快到了 就幾乎沒有什麼例外這樣 那你知道塑膠袋這個東西 好有樹 可能花了五年長這樣子 有可能一塑膠袋蓋上來 他大概一段時間他就 他就跟你說再見了 然後其實垃圾的問題在當地 是非常的 我對我來講非常的可怕 那他們其實 當地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他們知道說 這個地方這麼多垃圾 然後光會立刻想來 他們也很苦惱 可是基本上 我們現在就是 還一直這樣子一個模式 那基本上摩托哥本身 他整個國家 他是沒有垃圾只有黑球的 所以我就是看到就是 然後後來我回來之後 我大概也找了很多朋友 然後他 然後也 也 也就是 自己找一些 做一些功課 後來我幾年執行 我幾年在沙拉大概 大概五個月 然後我執行之後就是 守護小火沙拉人這樣 為什麼要叫守護小火沙拉人這樣 為什麼要叫守護小火沙拉人呢 就我只是很單純的 因為呢 大家 我的朋友跟我說 你吃的那個沙拉 離台灣人太遠了 大家都習慣 在非洲這邊有很多恐難 所以你跟他說 沙拉現在很可憐 你跟他說 所以你要有一點就是 關聯 我說那台灣 講到沙拉想要誰 三毛 對啦 可是好像有點無妨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個關聯在哪裡 後來我就用小王子 因為小王子知道 有聽過嘛 但是說小王子 沙拉 大家覺得很親切 就是這樣 好那這是我今天執行的計畫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怎麼樣去回應 我在當地看到的一些狀況 然後 就跟我剛剛講的 如果照現在整個觀光方式的話 我覺得對沙漠的生態跟人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我在想說 有沒有可能 可是我們不是承認 現在沙漠經濟非常掩蓋觀光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去做另外一個 另一種形式的旅遊活動 可是對人跟土地都是好的 就是我今年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嘗試這樣 然後這樣呢 這就是我近年代的團員 就五個二贏 因為我也不是專業導遊 脾氣有點差 不懂照顧別人 所以我就想說 好那就五個來試試看這樣子 就是我的團員 他們跳起來這個地方呢 這個就是湖 就是你們剛剛看的湖 就是現在就這樣子 就是一個一個旅遊 不同的一個旅遊的方式 然後簡單再講 好 比如說我們那個採的方式就是說 為了介紹旅行中探足機 所以我們就是大部分採用那個 勾勾交通公主 好 比如說打火車啊 搭巴士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我們是住民家 因為你在旅館 就是享受很多資源 你不小心剝奪當地人的資料 你也不知道 那你住民家 就是你跟他一起吃一起住 那我們住宿吃飯就要消費嘛 我們把那個錢回饋到當地人身上 這個是我們那時候的構想 那因為你跟民家相處 你才有機會去知道當地人的生活吧 對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構想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執行過了 可是喔 這個過程當中讓我學到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些旅行中的行業跟消費 它是有原因的 客戶交通 我們前半段是搭公園交通公主 後來我後半段我還是有租車 因為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人他從事 他在怎麼講 當我們搭公共交通公主的時候 可能我們減少探訊機 可是我們同時也讓有些人他沒工作 所以後來我們前半段就是交通公主 後半段我們就是租車 然後到另外一個城市去 然後也真的是 我們比較可以去看到一些 公共交通公主有辦法到的一些景點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我是用那個阿咪集職 就是讓大家贊助我的旅行 然後我帶東西回來 就是有沒有回饋物這樣 就是他不是一個商品的貿易 可是就是有一個所謂的回饋跟交流 我那時候的起心動力就是 我希望 我很謝謝所有贊助我這趟旅行的人 因為我那時候是要做財團 我還要去做便宜調查 然後去 我想幫他寫書這樣 然後 我很謝謝所有贊助我的人 我希望可以給贊助我 有一些回饋的東西來自撒拉 我那時候鎖定的是工藝品 就是獨立民主國手工藝品 那是因為我想是 看有沒有可能去走 所謂的社會企業 比如說可能你們買的東西 我大部分的錢 是會被拉扯上線上 包括越南架 那那時候的構想 等一下你就聽到我講 有那麼多的艱難 好 然後這個是那個商務玫瑰 是他們的礦 就是礦石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那個化石 我這裡應該應該有 就是 就是你們等一下可以過來看 就是我從班到我這個化石這樣 然後就是有出了化石 這個也是化石 就不同的化石 然後他們通常當地會 還有不知牛洞的牙齒 那比如說這個是那個化石 他們就會磨成像墊子 可以就是當相這樣 這個是我的回破石之一啦 也可以啊 好啊可以啊 好好好 然後 然後就是 就這樣當地 當地 可是其實我當時比較想做 就是女性 那時候贊助的人 他們要最多的回破 就是商務玫瑰跟工化石 可是我當時比較想推出 那其實是女性的小工藝品 因為我覺得石頭這個東西 你拿拿拿 它裡面它會沒有 那也因為他們現在 非常的靠化石 所以基本上 也越來越難開採了 可是我覺得工藝品這個東西 它有人的溫度跟文化在裡頭 然後它可以不斷的去做 所以我當時其實比較想推的是 小工藝品的部分這樣 然後就是他們當地人的化石 好 然後比較 欸我可以給你看這一塊布 就是我剛才看到 就是一塊那個 有女性的手染過 它在 你們要去想 它怎麼樣在當地 手染 女性手染出來的 然後你們猜 它是拿來幹嘛的 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這麼大一塊包手套嗎 它其實是一件衣服 也沒有誰要穿穿看的 有嗎 有嗎 快點 就看哪一個 好那那你出來 它就是 我不太會穿 我就大概 穿穿 就給我穿穿 然後就要穿 你看 呃我可以對頭選 喔 然後想一下 因為我基本上我都會穿 所以我要想一下 這樣 手手 然後它是 這樣 老師所以它只是靠這塊布 它裡面什麼都沒有 它裡面還會再穿 他們的袍袋 大概像這個 這個樣子 可是我這個是活活的 這個是背部的 他們 對他們不不太一樣 反正沙拉拉有很多 你的沒有的 很多 然後有 各有各的 別 但是他們都是 那樣子 然後我 呃我的朋友說 他這個就是我說什麼 他說他整個就是 整個染布的 花色跟位置是那種 立體檢查的概念 這樣 手啦 這樣對不對 然後 秀 下來 一點 我一點 不是把握 嗯 好 嗯 我現在要 握手 那把握手 把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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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這樣 對 嗯 是 男孩子 男孩子 你們如果上網查三網的照片啊 他拍的 他拍的其實是男人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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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裹出封紗真的就會 就會在這裡 然後 你看後面 後面後面 穿起來 好 謝謝 好 他只會不夠塞 沒有 他們就是會上升 然後不會那麼多 然後他們很厲害 好 這是貝杜因人的 像這個就是 有沒有誰要用伯伯的頭肌呢 好 我先 我全部都先 可以 做還是怎樣 都可以 好 好 好 看喔 我們一下這個是什麼 他是頭肌 然後一個本人朋友 大家可以等下坐 然後 眼睛拿下來 然後我跟你們說 我要 你要背對 因為 背對背上好 還是我還是好高 這樣子嗎 好 你重點幫我壓下水嗎 這裡 你重點幫我壓下水 等一下讓他再次 對 就是壓著 他就是 他很簡單 他就是 下面 嗯 這樣 這樣 好 看一下 我看一下 然後 這樣 這樣 然後 給大家看後面 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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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然後這個是 然後 然後 他們本來就會包 頭肌嘛 可是像 像這個就是他們 全部自己手做的 全部喔 然後 就不是 不是雞熊 就是全部手做的 然後 通常他們做的是自己的 然後 來 這個是不能 術學會很平衡在身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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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然後 再起來 然後 就是他 這邊 他 他拼就 就會很簡單 就是 幾乎就是 他 他 他 其實通常他們就是會稍微 稍微 弄不下 拉一下 什麼 就是這樣子 然後 你在 摩洛哥 呃 你在摩洛哥 他是黑色的 然後有很多顏色就是 通常像這樣 是薄薄的 然後像這樣一條的 他那邊就是 被動人的 這其實是會 因為民族文化的不同 他們會有不同的一個樣子 這樣 真的 好 你們可以 拍一下 好 有啊 不通差罷 或他看到 壞人他就會 稍微就是 遮掩一下 這樣 然後可不可以看正面 你看這邊 不是有那個 可不可以 它就是白色的鐵片 就是他們的特色 然後 你這樣看好像就覺得 一條蠻可愛的 可是 因為我那時候有一條 我已經就是短的 我有用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要做還是要幹嘛 都 慢慢拍照都可以這樣 不是 完全 完全無關 對 然後就是 看起來鐵片就是 嗯 我在撒哈拉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 我一條小的 我自己用一間 就這太陽的閃風 什麼的 然後我就找到沙漠的時候 因為風吹嘛 我突然聽見 我的鐵片又在響 你當下會有 很強烈的什麼 喜悅 你才知道說 其實就是當你走到路上 什麼都沒有 你現在唱的 小鐵片 然後因為風吹 你會覺得 就是就很像音樂 然後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你真的要在當 你要放那個 當地的文化風 然後自然的 的的的的 的景色當中 你才會知道為什麼 當地人會這樣 去過他的生活 好 然後因為時間過得如此之快 好 然後很快的講 你們會看到 這上面是什麼 很多的駱駝們 那 這是我那時候的 就是回哭之一 因為當地 以前的 人物比賽伊斯蘭 他是不崇拜偶像 所以 伊斯蘭文化當中 巨像的 藝術品非常的少 好 那他們會做 這麼巨像的東西 是因為什麼 賣觀光客 然後他們都很可愛 我這個全部都是在 去對片的地方買的 為什麼呢 我就告訴我的 贊助者說 我謝謝你們的 對我 計畫的贊助 所以你們給我的錢 我要帶到最賠人 最窮的人身上 我就跟他買 然後對你們的禮費 你們贊助的錢 一部分贊助我的 我的禮費 另外一部分是要回饋到他們身上 我真的做到了 然後這個就是 一個很遠的地方 然後 我想給你們看 我很想講他的故事 這個是他做的 然後他 就是一個小小的一個 就是天上中心的東西 他裡面的 他的材質是那個 棕櫚樹的樹幹 燒成枝 然後弄的 外面 你猜 反正這個是什麼 不是 它是塑膠袋 我覺得很有趣在於說 他們一直都是用 中招可以得到的資源 去做一些作品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這個要多少錢 我買 不是因為我需要 還是我需要回饋給誰 沒有 是說好吧 我想要就是支持 女性的作品這樣 我說好多少錢 他就跟一個 還滿高價的 然後我就說 有點貴 就說那個 這個錢喔 我去城市 我可以買到桃土做的 然後外面有畫 然後很漂亮這樣 然後他就和我去跟我說 可是我做的好辛苦 你知道他後來就時間 做得很辛苦 所以他想要賣這個價錢 你知道我當下 心裡有一種 淒涼 就是你知道 你拿到市場上 是沒有人要的 可是他做得那麼辛苦 然後這是他唯一可以 可以做啦 他想要賣給觀光客 對他想吃觀光客的東西 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也是他的作品 你猜這是一隻什麼 沒有 他是一隻動物 他是一隻 猜不出來是一隻 鱷魚啦 然後我說 怎麼可能 他說 就是鱷魚啦 然後我說 因為他就是一個TB嘛 他真的做得很辛苦啦 那我說 你為什麼要想做鱷魚 他就說 我想要做好看一點 觀光客交回馬 我就鱷魚 就是 就是 我想想說 他們的資源真的很 很貧乏到 他沒有那個概念 就是 他就只能做 他覺得 你要的 你也要的 然後像 包括那個步驟室 然後其實他們 女孩子做這些東西 他不是要賣的 就是不算好 我有時間 然後我 我就是秀的 衣服 然後可能 就我自己穿 有一個東方客走過去 就跟他說你要不要 他要我就賣他 所以他們沒有一個銷售的管道 就是 一種這樣一個方式這樣 然後 好就是他穿的那一件 就是在當地就是這個樣子 我就是去很沙漠的地方跟他們買 就是他們穿起來是這個感覺 然後就是很 他們就是就是很沙漠的感覺 就是他 他什麼時候都還去撞騰 然後我就是去那個地方跟他們 然後就是 我等一下會跟你們講 有多艱難 然後 好這個是那個 這個不落土之一 你們等一下可以過來看 你們看喔 這是一種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另一種 對不對 然後這個又是另一種 然後這個還有一種 就每個女人做的都不同 就是他說好 我們要做這個不落土 每個女人做 就滿想做的這樣子 然後 我們要做的想法是說 好 就是你們 所以我的回復物之一就是不落土 這樣 然後我在當地我就覺得說 一來是 你找到他的時間跟交通費之高 我就覺得說 這可能是一筆生命這樣 除此之外是 你知道 當地的價值在於說 你知道這裡的每一隻駱駝 的布 他其實是 不是他的衣服就不要了 他就把那個 市場鋪條 然後裡面有鐵絲 做一個那個骨架 纏成隻駱駝這樣 在販售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跟我 回聊跟我朋友說 就是我一直在想 有可能幫他賣 就是你的主公命題這樣 那我朋友就說 就是我跟妳講 通常一般消費者 他會希望 他買到 當他廚藏是他看到的那一個 他就說 我說這要匯格化 才算不高 然後多大隻多重這樣子 你差不多有消費糾紛 不會被幹嘛幹嘛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好平衡喔 就是我不知道 台灣有多少人 願意去買一個 就是沒有使用價值 然後就是邊 不要跟衣服的稅務 弄的東西 然後覺得 我實在是沒有信心這樣 再來就是 我覺得 他就跟我說 我應該設計 設計一個商品 叫他們做 可是如果 我做這個事情 首先 是什麼東西 他被折去的 對 之外是他們 當地女性的一個 自發的一個創作 我就覺得 那我在幹嘛 我就覺得說 嗯 沒關係 我先放回好了 然後我就是把這個經驗 直接給他走過這樣 然後這個順子跟他 好下來 就是好 中間就是一架嘛 然後就通常不要衣服 然後去坐 然後會塞一些棉花 或一些羊毛在裡頭 把他抖起來這樣 所以每一隻都走一隻 好 然後就是 通常當地是 你看他們有個小秀的廣告 他就是會把他做的部落 就是 來看孩子家 當小孩子去 去買 這個孩子就是 他們家 有一個很大的教訓 後來會影響我 整個在做計畫的時候 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觀光客 然後我的一個導遊 開 其實才帶我去那個地方 就 剛好停下來 開始聽到 開始就 就他 就帶他媽媽說 創作後來就把他賣我 然後我就說我不要 那小朋友就 你看到這個地方 方圓 恩里都沒有人 就是他們這戶人家 好 真的很窮 這個不能夠否認 然後小朋友看到 就跟我們說 砰砰砰砰砰 就是糖果 我就說 沒有 然後 那現在其實很 矛盾 我知道這個孩子 他唯一的糖果來源 就是觀光客 唯一 因為他附近有商店 然後媽媽也不能有那個錢 可是我真的 很不喜歡小朋友 這樣子跟他要 要東西要東西 好就算了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回去我就一直 一直想要這個小朋友 我就跟我朋友說 好我想要回去訪問他 他家人 然後帶一點禮物 所以我們就 有買東西去送他 幹嘛 就 待會我就給他 後來我 那時候其實有點很大衝突事 那個孩子 但我把 因為我就買了幾包嘛 那我就想說 就是我給他一點 可是我希望糖果 是給自己媽媽去分 而不是我給小朋友很多糖果 我就給他一把 然後其他就是給 就是主要給他媽媽 結果那小朋友 他們拿到糖果之後 妹妹的地過來 我就發現他不會想要給別人 就是自己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嗯這樣 然後後來 他就叫他妹妹來跟我要 叫誰叫誰都來跟我要這樣子 就很像說就是 方方課就是一個 有 就是你可以 有紙巾去 去 要東西的一個對象 我就覺得 這個媽媽也不是很好 後來他媽媽就是叫 因為我跟他媽媽買駱駝 他說 他媽媽就說叫我們去吃飯 結果 我其實那時候已經很想要走 可是我就是好吧 然後 就聊天 然後我就會是說 那小朋友有沒有上學 他說有 就是學校很遠 就是可能走路要半個小時 然後他們就看著我說 他需要腳踏車 他就說 嗯 是啊 對啊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欸小朋友頭髮好漂亮喔 這樣子 他就摸到女兒頭髮說 對啊 然後就看著我說 他需要洗髮間 對啊 說得好 他說好 那我就 他直接就乾淨了 我三次沒辦法 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離他這樣 然後我臨走之前 他媽媽就說 我的手割到你有沒有藥 那我就說 我怎麼可能會 有這麼多東西 什麼都可以變出來給你 我就說 沒有這樣 就是三年前 我幾年又再回去 那個媽媽看到 又跟我說 我的手割到你有沒有藥嗎 那她覺得 那個三合股可以三年 那妳也太厲害了 可是主要是在於 我在這個 這個的計畫之情當中 我真的看到 如果今天我們可能帶著善心 想要去做什麼 可是我們很難去預料說 我們這個 所謂的善心 它對當地造成影響 它可以是什麼 這是一個例子 可是我不是說 以後就都不要怎樣 告訴大家 好 然後呢 好 這個就是頭巾嘛 就是妳剛剛這種 薄薄子的 然後這一條 就是他偶爾拿一條 就是我去跟他媽講 講到妳剛剛有材料怎麼來的 妳看這個車上住的地方 好 潤潤潤潤潤潤潤 然後這是 比較婦女 她做些東西 比較是 主要是給自己用 然後有觀光客 就順便賣這樣 有一點羞辱 所以她其實 她其實是在一種 比如說我今天 我媽玩我的牧羊 照顧我的孩子 煮完飯都弄好了 我一定有時間 我就開始去做手工藝品 然後有人我就賣她這樣 然後她就是一邊烤麵包 一邊照顧她的孩子 那是她的小孩 然後她就是她出的地方 就是非常的 對 我就這樣 好 旁邊那個黑色是她的帳篷 然後她就是很單純 她就是 這是她的小店面 她就是一塊什麼鋪地上 她就擺上去 坦白這樣 我不知道多久 會有人開車經過她家 經過 知道那個在賣 可能也沒有那麼容易這樣 可是她就是碰面器 可是她主要的工作 還是她的家庭 但是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沒有可能就是 搬一個就是那些像工作房 把這些女人收集起來 然後叫她來做工作 做生產商品 然後我去賣 我就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也不對吧 那如果把母親 搬離孩子身邊 為的是什麼 你知道那個 你會知道說其實很多 之前讀過很多成功的 社會企劃的 社會企業的例子 坐在沙漠 她就 她就是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說好 沒有東西 那我不急 我在等一等 這個就是要讓你們知道 然後 材料 材料怎麼來的 沙漠非常的遼闊 他們基本上 沒事不會有到市值 所以這些布啊 租料配 都是要去市值買的 她就是不最好今天隔壁鄰居 或是要叫誰 下個月要到市值去 她就跟她說 你幫我買什麼東西 然後她再把我買 要帶回來 可能就是兩三個月之後 然後她再做這些 對面續續的這些 手工一品的時間 就非常的長 因為這不是她做到工作 我問過當地人說 好 那你這個投機 你花了多少時間 你去把它編好 全部手工喔 包括那個旁邊那個網賬那個 她就說 一兩個月要 然後我就想說 我待會才會我賣多少錢 才值 這個 這個 她的工作 跟她付出的心 都先不要算 我個人付出的成本 我覺得我這個應該是很難賺錢的生命 怎麼想說 我記得就是 念商的這個 所以我這個 主要賺錢的打都 都不對 好 然後反而就是 這是我在當地面對 其實我一直看到 傳統的價值 跟市場的價格 基金的這個 我一直看到 很明顯 對我來講的 我不知道怎麼樣 是找到她的平衡 然後手上她這個就是 沙哈拉 呃 優生植物 然後他們 有沒有女主會知道 什麼地方 什麼時候下雨 然後去採回來曬乾 然後他們也在我家有喝過嗎 就是青草茶 沙拉拉青草茶 喝起來就很像青草茶 就是 他們就是 就是 繳一歲之後 就是放在茶裡去 那我之前還想過說 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很 對我來講很珍貴 因為人生質感 然後我就可能帶回來 台灣買 錢再過去給他們這樣子 他就覺得說 過去我神經病 首先探足跡很高 再來就是我為什麼要把食物 從水掃的地方 帶回 對啊 我在幹嘛 我這樣 我要醒一醒 就是我不要一直去 去想著 怎麼樣幫他們賺錢 我相信答案應該在其他的地方 你知道嗎 不過本來還在找啊 然後 反正就是 我就覺得 如果 當你對當地文化 越了解 你會越知道說 你真的很難 很難在 把他們東西擠到 呃 市場 還 還能夠讓他們保留 原來的創意跟特色 這個是我自己在這個計畫 當中很大的反省 跟一個學習 好 然後再就是 我後來就 想說好 不然我可以先試試看走 就是比較尊重的 跟一個廣告的方式 呃 這個是我們我在沙漠深處拍的 這個是 駱駝媽媽 然後他們說 這頭駱駝才 就是出生一個月 這個才兩三天 那 對 就是我拍 出生就要 就可以站起來了 不然他應該沒辦法 我們站去吧 然後總之他是 我跟我朋友就是 就牽著駱駝在沙圈裡面走了 齊天 錄影齊天 然後才知道 他們這樣 就是一個很很很很 觀光客很少去的地方 那我也很坦誠 跟各位分享 就是通常在沙拉 觀光客越容易到達地方 他就越怎麼樣 越醜 就是這麼的明顯 他們的地方就是 因為很少觀光客去 所以他還有很天然的東西 在裡頭 我看不到什麼 你們看不到的 我只能說 你在那個地方 你即使看不到生命 都知道他在哪裡 比如說我們錄影嘛 紮影 然後可能我想就是 煮菜幹嘛 你早上醒來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那果皮 然後他又沒辦法回去放 就是動物來吃 果 然後我們早上起來 就看那個戰狐旁邊 就是圍了好幾圈腳 而且是不同的 就晚上是有動物出來 出來的 然後那個果皮 就會因為會有 會有不知道誰把它吃掉 包括那個之內 你剛剛看到很可愛 麵糊 對啊 因為其實生命它是在的 只是 如果今天生態 或沒有太受人的干擾 就是生物 生物都好好的在那裡 我曾經想過說 我要不要就是 辦一個 類似說 私逆經理這個東西 吸引大家去 我後來就覺得說 我又覺得 我又遠就不到 因為越小朋友的地方 就看到他越能力 那我怎麼要 再把人類帶去呢 我自己吸引這次有很多 你知道 你的內心性 對 反正我都還還在看 就是如果今天真的要 去那個地方 我真的希望是不是開車 是 跟落頭機走 可是也會很跟我說 太失誤了 就是當官官客 都是要來度假的 你這麼累就能要 我問你再看看 好 然後因為 我怕時間不夠 我很快的講 就是重數的部分 因為我一直很想要 為殺他重數 可是在殺他重數 沒有那麼簡單 數重下去 他會需要怎麼樣 他需要人的角度 我以前想要就是 重數就是沒有就是 上報紙啦 直接排出 然後他會 呃 這樣子 高興啊 開掌掌 去裡面這樣 自己去做壞 所以我的媽媽真的好困難 那 我以前想要替殺拉重數 是因為我覺得 他真的就是一個地方 如果連重數都不行的話 他 那地方生命 真的沒有辦法 可是沒有那麼容易輕易去種 他是因為 樹種下去需要人的照顧 然後 第一點 第二點是 以前 殺拉他們的人 他們不太有 就是 不是私有的觀念 變成說 今天我要是要去重數的話 呃 當地的政府可能直接說 嗯 我是不是想做什麼 所以我就一直有一個構想 那我剛剛講到說 我本來想 拖一些什麼 社會企業啊 民族就業 你想這樣 沒好有沒有 他就說好像 很奇怪這樣子 就覺得很挫折 覺得好像 我覺得怎麼不對 然後就一直在這樣 很苦惱當中 就在我今天去我兩次 我第一次去的 呃 在十天就快回來的時候 就有個機會就出現 就是 就我朋友就跟我說 欸 今天我 我爸爸要去田裡種樹 我說他 你種不錯這樣 然後他就說 因為 剛剛講火不是乾了嗎 他賣給費根 那其實當地的人 他們想在田裡種樹 因為樹種之後 可能五年後 下面可以種 小麥 你知道嗎 小麥的木工 然後當地人是沒有錢的 所以是怎麼樣 是當地摩洛哥組織 跟法國的組織 說這件事情 然後是 法國組織 贊助 一戶人家可能兩三顆 所以這樣 你去捉 那他們要去捉樹 我就想說 那種樹我也可以啊 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的女費是贊助的 我就一直想說 我希望大家要贊助我的錢 我可以就是回到當地 我就想說 那我就 我也可以捐幾顆 你知道 然後後來就想說 欸 可能在 小麥的莎莎 叫做脖子有我啦 我就在我的臉書號召 就沒有在脖子中途 然後就很就會 化箱化箱 然後我 這一梯就做了 下十一科這樣 然後我 這個經驗給我 一個很大的學習是 當然我們很想 為當地人做任何的事情 最好的方式 其實是跟當地人合作 所以他才知道 他們需要什麼 然後可以 他們當地的方式是什麼 我覺得這其實 才是最 最直接跟 最有效率的 那反正 你知道莎莎莎的 體力很 因為乾旱 他也說非常的硬 他們光是 就是挖那個 那種樹的洞 就挖非常的久 然後他說還很熱血 說好啊 你們這樣子怎麼忙得玩 那我一起來好了 大概這樣 都沒挖兩個 我就覺得 這個是起水泡 算了 因為你真的是 你從頭下去 你覺得那個套很整 因為那個地太太乾了 然後這個就是非常 就是他們 請來幫忙的朋友 就是非常的辛苦這樣 然後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熱水塵 因為我那時候只是很熱心 熱心想說我要種樹 我都沒有想到灌溉這件事情 然後樹種 他們就說 因為需要水 無井樹剛種的時候 會需要非常大量的水 因為種一樹你種下去 你需要附近的土壤都是濕潤的 它才有辦法去吸水 才有辦法活下來這樣 然後 即便到現在 就是他們挖的井都還是夠香 不是我挖的你都可以來用 我挖的我需要用 我可以用 那我們坐在這邊 那其實在 不太有地方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我們可以去用 它也 他們都共享 可是你知道就是你要 一桶一桶這樣子 真的實在是 太可怕了 我就說那怎麼辦 然後我可能就說 可以叫水塵害自己 他突然想到 我們就請那個 叫 就是上面放那水 就是請他 開到麥田裡面來 然後就是幫我們 就是灌溉那個 就用那個水管 然後去煮灌溉它 然後就是 你剛種下去的水 都要吃個 含飽 不然它沒有辦法 就是經歷那麼辛苦的 然後你看就是一整顆 就是它從一顆野藻到長這麼大 大概需要一到三年 然後種下去可能 你漏錯才這樣子 可是基本上 下面是非常的保濕的 就是 你就 就先種去 然後 然後三十顆感覺很多 對不對 就我現在音樂搜索我的媽 就是 怎麼才這樣子 好辛苦 我根本怎麼才這樣 說它有一大片這樣子 然後 他們就說 你種到差不多 可以 差不多五年 然後我很大的震撼跟傷碰 在於 產一顆是不是好容易 可是你要種到它 活下來 有那麼樣的艱難 然後 然後後面還有 還有一大 一大塊就是再來 希望可以慢慢下來 那我那時候在這邊種樹 然後旁邊就是會有 旁邊的地人 他們去那個井 因為法國不是在庫兩三棵樹 然後他們就是去那個 弄水 然後就是去 去灌溉它那兩三棵 其實真的非常瘦小的棕樹 我那時候就覺得 其實 當地人如果他可以的話 沒有人想離開故鄉 到外地去打零工 即便我今天天裡只有兩三棵 就看起來這樣這樣的棕樹 可是我還是每天就會來 來幫他掛杆這樣 然後 後來我們就挖井 所以基本上那個井 因為 為了樹 你一定要有井 然後我後來 我記得就是 這個 因為我那時候 請朋友贊助的錢 其實只是樹的錢 後來就是整個 就是水 車工人 還有井 就是自己衝入 我的旅費當中 出去的 然後 那時候其實有人害怕說 然後 你獲得多少都不知道 或者是狗 然後他不管了 因為你要做之前 就把他做到晚了 那裡有人就是樹種跑掉了 然後他後來就是 我離開之後 我離開之前就把錢給他們 然後讓我交給他們去種這樣 然後 我今年我記得我看到 我常常是水 基本上 你基本上是苦的 苦的 而且是澀的 就是你不能夠喝 可是你一罐蓋是可以的 然後他們的習慣就是 他們就是用那個 很便...很... 很... 然後把... 抽起來 然後小胖蓋蛙 他們呢 就是在那個 叫他們習慣 就會在那個 布魯斯旁邊 樹枝的土壤上 就會放那個種子 小麥啊 西瓜啊 這樣子 就是... 我都沒有交代他們的日子 就是很...很...很自然的 做這個事情 有沒有看到有個董事是什麼 對 就是他們的某種苗啊 他是學物知道 嗯 好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很好啊 就是樹種下去 然後... 有水之後 就會覺得說 哎唷我天理好熱鬧喔 因為水... 兩句會來...來喝水 我就覺得其實 沙漠他是... 他生命是在的 可是我們可能... 我們人類是要做一點努力 後來可能就是他們 就會慢慢的就是消失在我們的 因為我們的快樂 或者是我們的... 不是那麼樣的覺察 而慢慢讓出他們本來的生活空間 還有那個野魚來喝水呢 對啊 對啊 就是...就是...就是... 我們在這邊那個... 他們就是會有很多生物 就跑來喝水啊 幹嘛幹嘛 這樣子 好 好 然後我還有時間嗎 我...我...我... 五分鐘... 呃...就把它講完這樣 呃... 呃... 我覺得... 你種樹是... 是可以做的 可是要大家奉募我們的需要很長時間 所以我覺得... 抱這個希望跟這個希望 可是這個比較不是目前在推的 我另外就是要做的就是那個... 民宿 因為我希望有一個場... 場合是... 我可以就是... 去做一個同樣的觀光旅行 然後... 還可以就是... 我希望再... 再來民宿會有個空間 是可以為當地的... 一些野魚魚去做一些事情 尤其是... 教育的... 普通算這樣 然後我今年... 做種樹另外的行動就是... 然後因為你們聽過... 呃... 自然建築嗎 總之就是一個自然建築概念 就是... 因為這樣子怎麼就想要天亮啊 對 然後就是你說好 好... 這個是土嘛 然後我們就是... 好... 這個全部都... 夏天是那個啦 這個都... 都...都... 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呃... 以前北非傳統的建築 它是... 就是像我們的... 它是用那個... 建築的土壤或者... 水的時候去... 去那個牆 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要... 我希望是土土壤 然後他就說 有錢一半要蓋水 我就說... 不要我要土壤 就是... 因為我希望說... 有一天等... 我們離開這個地球的時候 房子倒下來 它就是... 扯到大地 而不是說就是有很多... 有個沒有的... 什麼這樣子 所以我就很驚慎說 就是要... 然後... 然後我們就看... 之外是... 他們就把那個... 洋棚拆下來 也是土壤做的嘛 洋棚拆下來 我們當下其實有很大的震撼在於 在以前真的沒有垃圾 因為... 牆不是拆下來嗎 因為我們一般牆它就是垃圾嘛 就是... 很沉重的垃圾 不知道要丟去哪裡 可是... 當地的土壤拆下來 它就是可以... 再利用... 就是它就是... 破水... 破水... 然後... 就是... 弄成一塊一塊的... 磚... 然後晒就好了 不需要燒 好... 然後就是... 可以再... 再做利潤 所以我們就把洋棚... 一出去另外蓋 然後那個地方空出來做... 做房子這樣 然後... 呃... 這個是傳統的... 傳統的... 建築房 它會用那個木板 然後... 塗的有沒有 就是... 弄到那個裡面 或者用木樁這樣... 然後... 建廠 就是... 它就是那個木頭跟... 跟爐尾 做... 做屋頂 好... 就是我們當作來蓋一下 好... 重點就好了 好... 就是蓋起來就這樣子 嗯... 就做民宿啊 就是給客人住了喔 不過它是撿啊 對... 就是我們... 然後就很吸引... 就是他們兩個... 就是... 土粒在下面... 或... 攪拌... 它會... 然後就是... 弄到... 弄上去給... 一桶... 一桶... 然後... 一桶... 一桶... 好... 找中國的部分就好了 好... 就是... 怕就... 大雨就辣 就是因為... 我那時候在弄房子 他就說要弄到水泥的 我就... 說不行,都要補到土的啊 他就說... 怕..怕下了 就說... 瞧死人... 騙我沒有來過沙拉拉拉麥嘛 我什麼怕過雨量 有了一點點... 你自己還有放在... 然後結果老天爺就跟我講得好 他就在... 然後還好... 就是... 我那時候聽他們的話 是我第一期使用水泥跟石頭 因為他們就說怕... 先水 可是好 我會想相信一次 後來每天就這麼做 然後又要這樣 就是幫我啊 就很下雨 本來沒感覺 後來就覺得 下這麼久這樣子 然後就 那時候我們偷牆 剛煮好 還沒有屋頂喔 就只有錢這樣子 我就誒 然後就去看 就發現它本來是一條路 然後下去配一條河 所以你在山山山 你不要以為 那地方礦礦跟蓋 你就可以蓋房子 因為你不知道 那個會不會是 下雨的時候水流進的地方 因為真的就是有 2006年 那裡有發生水災 然後就有一戶那個義大利 義大利的同事的女人狗就叫不見 他不知道啊 那你也不想跟他講 就傳民宿三天的 你說 誒 變成無國那樣 他們跟我講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講 然後就是 因為主要是說是 它的水 它的土沒有辦法含 它的土沒有辦法含水 所以就是它會不會一直 一直往另外的地方流動 咦 其實對 然後主要是小朋友就 你看就是整個風景 幾次地方 兩個小時之間完全不同 然後我當下 我其實真的非常的害怕 為什麼 因為本人的品牆 才剛弄好啊 連屋裡都沒有 我想說紫 會不會等一下出去 看得到 隔天就紫 然後再 太悲涼了 然後就是小朋友就很高興啊 那隔天就是 真的就是滿地就這樣子 我在當下 我真的覺得說 在大自然的力量 其實之前的人 真的很渺小 我開始知道 為什麼人家很怕 那種土石流啊 什麼什麼人家 下午就怕什麼 當下你真的猜猜猜猜猜 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就去看我的牆 它都還在 可是就很多人家 就開始一直在哭泉 當下其實真的會感受到 窮人家的悲哀 它有錢 那我想要蓋水泥的屋頂啊 可是就是沒有錢啊 就每次在那邊這樣子 而且那個土牆很可怕 就遇到魚 然後譬如說 因為我經過那個土牆 然後可能我的衣服 化到 它就是 這樣子 就是土牆 它是會變不見的 然後後來 後來就 那這樣就要解決 因為我很怕就是 森樹很快就變 比較臥氣這樣 那不是很可怕 還有朋友是說 就是我們 就快要就一直在那個 然後丟在那個圍牆前面 這樣就是 水來的時候 然後可能就是 土就是會 會吸收那個水 然後就是不會弄到那個 那個圍牆跟 跟東西的建築的部分 好 然後呢 我直接給你們看 後來蓋起來的樣子 我直接給你們看 後來蓋起來的樣子 就是後來 就是因為 嗯 好 應該好 就是其中一間 因為我 我就希望說 我覺得 我覺得藝術它很美 然後我希望當 如果有當一個特色 就是我希望 我就跟師傅說 我要每一間房間的 樣式的不同 然後 我就交給它 讓它自己去發揮 這其中一間是做Gaspa 那種城堡 就是 這間是綠色 然後另外一間是 藍色那一間 這間是藍色 我們現在只有蓋兩間 然後就一直去找那個 然後這個就是 我 我這個一定要講是 嗯 聽到說他們是當地人 我盡量去 去呈現他們當地文化的一個 一個民宿這樣 可是你 當我弄好之後 他們反而很壓抑說 欸我怎麼可以這麼漂亮 那個差別在哪裡是 我不是當地人 可是我有學習的能力 變成我跟上網找資料啊 照片啊 幹嘛幹嘛幹嘛 我就弄一個 我緊張說民宿 你不可能到別人家民宿去拍照 做參考 可是網路 那麼方便啊 我就去那個 booking有沒有 不是可以訂購嗎 就偷看人家 你應該在幹嘛 然後塗下來 然後演出做一個 建理的工作 然後我就 我就 因為我希望民宿有當地的風格 所以我就 就找那個木窗的樣式 我不能做是我設計的 可是是我找 找朋友 跟師傅說我要這樣做 然後看錯了 就是 以後是沙龍的窗 會在就是 呃 然後另外一邊 就是剛剛那個是巷外 就是巷內 就是裡面可以打卡 這樣 所以我就請師傅做 然後 這個是師傅 他看到了就很高興 因為他的手地是在成語學的 只要回鄉 他鄉下沒有那麼多 有錢人要去訂那漂亮的 的窗 門窗 他看完就很高興 因為又可以中錢 然後又可以翻回來這樣 就是以後沙龍的 的門 木門這樣 然後就是翻回來 然後現在就是房間就這樣 然後以後也希望可以就是 做一些我同交入的事情這樣 好我可能現在先到這邊 然後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就 就歡迎就是